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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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可以用那個拍對不對 因為把它正心券綁在這裡面 我要改三年了 好1.36要去全家辦退貨 其實生活上有些技能是你本來會的 但因為有人都幫你做好好的 你就慢慢的你就喪失那種 那種技能 好午安 禮拜一中午12點42分 對這張是台中的朋友 把它改三年了 2017年的7月 然後他前幾天就訊息跟我說他因為 改完沒多久好像就生小朋友 然後就沒有空玩 然後就擺著 等今年想玩的時候 好像不能動 那我判斷原因應該是電池壞 這是他的充電的在這邊 還蠻細心的 好現在看他的遙控器 可以開 但是應該是快沒電 好灰色灰色灰色 對他狀況外觀是很好 因為表示他很少滑 好我來拆開來檢查一下 完全打不開 好沒電 這個是很早期LG的電池 我量一下他的電壓 完全死掉 沒有電壓 沒有電壓 正常的電池呢 我隨便拿一顆 接上來 都會有電壓 他這顆是 完全死掉 這個就沒救 好啦幫他換一顆 好沒有問題 他這上面 還有蜘蛛絲耶 這裡 好啦修好了 OK 好1點36 我要去全家辦退貨 因為前兩天訂的那個 LATIV的褲子 太大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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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一下 好 這個是只是貼上路 75 75塊啦 好,這樣就完成退貨,很簡單 換去7-11,再去買午餐 好,晚安 禮拜一,晚上7點9分 今天修了一張滑板 對,那張滑板也很特別 三年了 那後來 可能因為生小孩的關係 就沒有話,那就擺著 那電池這種東西擺著 就是擺著 那三年後他忽然想 又想要滑 基本上那個EOS的滑板 維修算很簡單 維護成本也很低 所以 短程代步很適合 然後後來我中午 中午去退換貨 因為我以前衣服都是我老婆買 最近幾次是 看FB廣告 覺得不錯,然後想說 每次都叫我老婆買,自己買比較快 其實生活上有些技能 是 你本來會 但因為有人都幫你做好好的 你就慢慢的 你就喪失那種 那種技能,你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買衣服 其實買衣服誰不會買 可是因為以前都給我老婆買習慣 每次買衣服我都要問老婆說 我想要這一件你不會幫我買 真的是這樣子 好 像洗衣服也是 我知道 看影片的你們蠻多朋友是 可能是四十歲 然後已婚 我知道蠻多是在這個 這個Range的朋友 然後你們的衣服呢 是你自己洗呢 還是你老婆幫你洗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老婆幫忙洗 對不對 可是老婆幫忙洗呢 就會有一個問題 以我們家來講 老婆也上班嘛,你也上班 那為什麼他下班 他要幫你洗衣服 所以變成一種狀況就是 你洗衣服 例如說你衣服想要洗 但是因為都是老婆幫你洗 你就會問老婆 老婆什麼時候要幫我洗衣服 有沒有 然後衣服就一放就會脫很久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在好幾年前 我應該自己洗衣服好多年 我都自己洗衣服 但是我老婆還要幫小孩子洗衣服 所以等於是 我是覺得已經蠻不錯 老婆沒有叫你說你洗衣服 你就順便幫小孩洗衣服 對啊 如果照理說 他應該也可以跟你講說 那為什麼你不幫小孩洗衣服 要我幫小孩洗衣服 所以我是覺得 至於洗衣服 有個好處是 彈性 就是你想洗就洗 你如果覺得你偷懶想要脫長一點 也沒有人管你 像我有時候 懶得洗啊 我會脫比較久 變通的方法就是 你準備比較多套的內衣褲 你就可以脫比較久 我的方法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啦 就是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 不用等別人幫你做 明明你就會做的事情 為什麼要等別人幫你做 當你發現自己拿回來 自己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其實這是一件蠻好的事情 像我今天就要洗衣服 然後 我剛剛為什麼聊到洗衣服 對啦 我講到訂衣服 那我今天中午出去是 去退衣服 退一條褲子 我買了一條 五分的 五分長的短褲 那那個 因為我沒買過他們家的短褲 我以為是跟長褲一樣看腰圍 腰圍就是32 我就可以穿 可是他弄一個L 我想說衣服都穿L 褲子應該也是穿L吧 覺得沒想到 買了之後 發現L怎麼這麼大 後來就換算他的尺寸 他的L相當於35 361 我覺得這個尺碼有點奇怪 那後來就拿回去退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種有 有系統的廠商真的很厲害 我才剛去退 拿到全家去退喔 我才剛他那天要算一條碼 我的手機就接到簡訊通知 很厲害 他跟 因為我是用FB帳號登錄的 他綁在一起 我就覺得這個系統做得很好很厲害 而且你退貨他不需要收你運費 但是他也很聰明 我本來只是想要用換貨的方式 那換貨方式他們就會有所謂來回見的問題 大家現在用退貨的方式 我半退了 如果我要再買的話 我如果要再買的話 又必須超過他免運費的門檻 你就會再多買 結果我就算了我就沒有買 然後後來回來路上 我想說買一個午餐回來吃 因為我兩點跟那個騎士店長有約 就是我前兩天去滑那個V11 那天那個就是他邀請我去 我跟他有約 約什麼了 因為那天滑完之後回來一直想念那台V11 因為我覺得那個路感真的很好 路感很好 然後它的可滑的距離 比我現在的16S還要遠 那我就在想說我想要找一天是 我要從那個大湖山莊街上去 到豐貴嘴到萬里 萬里 這樣的路程大概花兩個多小時 那找一天比較沒事情的時候 就這樣就跑一趟 那就可以到北海岸去 那有時候人很奇怪 我明明有Gogoro 我Gogoro也可以這樣子騎 對不對 可是我就不愛 而且Gogoro還可以換電池 我要騎更遠還可以 而且Gogoro時間還比較短 但是我騎Gogoro那段時間 我完全不會這麼想 我不會想要騎Gogoro 帶個安全帽去那邊 可是很奇怪 你叫我滑毒輪我願意 我後來去回想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心態上的不一樣 我覺得是自由度不同 因為你騎Gogoro 你必須騎在 騎在道路上面 那滑毒輪呢 是很多路你都可以走 但是你就是不適合滑到大馬路去 如果真的要滑你也只能滑很邊 你不能白目跑到中間去 如果真的遇到沒有路的情況 你只能滑很邊邊 可是這兩個在滑行騎乘上面的感覺不一樣 真的 我不會形容那種感覺 可是我比較喜歡滑 毒輪的感覺 騎摩托車我就覺得 騎摩托車就是這樣子 樂趣比較少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那個店長說 我要訂一台 我要訂一台 然後後來我前陣子不是在講說我要開 就是毒輪的團 那再找適合配合的廠商 因為配合廠商 第一個是保固問題 第二個是維修問題 然後因為其實店長 那個盧哲廣 我認識他三年了 應該有 三年多 那我也觀察很久 這個人還不錯 然後他現在專職是在做維修 專職在做維修 偶爾做一下代購 偶爾做一下代購 但是這次的V11比較特別是 他有跟那個 Emotion那邊有 有談 台灣這邊銷售 因為他本身是會維修 像我之前本來在想說 我如果自己去借 然後如果真的有維修問題 就是找他 那後來我想說 與其這樣弄 不如乾脆跟他來 好好談一下 怎麼合作好了 那剛好V11他這一次剛好有採購 剛好有做 既然你都在做了 那畢竟他的課程跟我的課程 接觸對象還是有差異 有些人可能還是習慣會對我 所以呢 也不衝突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 有看影片的人 對V11有興趣 或者本來有在滑 想要升級的 就可以來找我 那維修保固就到時候會 Post給他 等於是我們做分工 我覺得這樣配合也蠻好的 配合看看 最主要是我要買 真的最主要是我要買 我會買的原因真的就是因為他好 他好我才會想要買 我都買 我覺得如果覺得不錯 我覺得可以做推薦 所以就這樣才合作 下午他來我們兩個 兩點 我本來是剛約兩點 結果在差不多1點40分 在超商遇到他 我們就一起上來 大概聊了兩個多小時 目前獨輪的種類很多 所以我這邊會推薦 大概就是Ninebar One S2 然後他是有推薦我說 再上去一階 可以考慮熱型的V8F V8F 再上去一點就可以考慮 我那台Kingsong 16S Kingsong 16S 那再高階一點的就是 我現在我想要買 這台Emotion熱型的V11 或者接下來還有一台 還有一台是 Kingsong S18 也是一樣有避震形成的 那台的價格會多個兩三千塊 那至於 那個 謝爾曼 謝爾曼是因為他的 續航比較長 但是他沒有避震 所以我在想真的有那個需求的人 可能會稍微少一些 會少一些 所以主推還是剛剛講的這幾種 Ninebar One S2 然後熱型的V8F 然後Kingsong 16S 就是我華人那一款 那再來就是 那個熱型的V11 V11 那S18因為還沒到台灣 所以還不知道 那前面這四款呢 目前有興趣的都可以 可以處理 但是這個S2還在確認 先創能不能做 如果先創代理商那邊 算起來不行的話 我們會再找第二個支援 因為其實本來台灣就有其他的代理商 只是他們沒有進 那當初我也不熟 所以我們也考慮 我沒有考慮那個管道 但今天跟那個店長聊了一下 我覺得 這個管道也是可行 除了代購這一塊之外 我們也聊到教學 他目前他也有在做教學的方面 那他的邏輯就是說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沒有獨輪車 可是你又不知道你能不能學會 所以 有些人可能是先學 再決定要不要買 但是因為你先學嘛 你又沒有買車 就自然呢 教學要成本 所以他有開一個叫駕訓班 那今天跟他聊過我覺得 可以了 但是因為他 他自己一個人在教 所以他每次頂多教一個到兩個 所以他也沒有什麼時間 那我就在想 我就在思考說 其實我也可以教 如果以他的模式來講 其實也可以做 只是說時間要巧 時間要巧 基本上假日我可以 再來就是 一般上班時間 下午時間也可以 那個部分再看 看你們有沒有這種需求 那我剛剛把 我剛剛把V11的 預購 放到粉絲團 放到粉絲團 如果你們 你們對V11看我的影片 或者你看國外的影片 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啦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 已經有滑過 或者你想要升級的 再來買這台是比較好 但是 你說完全沒有學過 學不學得會 欸 可能你要加訓班一下 先用 先用我的 我的 讀輪先練 摔個幾次之後 摔個幾次之後 再滑新的 V11 否則怕你一開始 可能會站不上去 這是今天發生的事情 對啊 所以你們多 對 讀輪有興趣 我現在這邊也有管道 也有管道 那因為我那天 那天問卷 我發現大家對 時間等待上面 一個月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有 將近有七成的朋友 是 因為信任 只要我這邊有開團 我這邊有開團 然後 那個機型又是你們要的話 你們可以等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就比較簡單 那我今天是先從V11開始 因為V11 V11 V11比較改 因為 因為那貨要搶 所以 所以能夠訂的 就趕快先訂 那至於 那一八萬二十度 因為它屬於舊 舊款機型 現在就 就是變成用 預購的方式 如果能夠湊到訂單 如果可以湊得到訂單 我打算可能先開團 五台或十台 如果湊得到 我們去跟代理商談會比較好 對 那這個部分 有興趣的朋友 想要入門的朋友 再Follow一下粉絲團 那我每天影片也會做更新 好吧 今天就這樣 拜拜 這拿來練制的 後面這邊 後面就是它會上提板的時候 我就會把筆記全部都抄在一起 就是雜類啦 可是我雜類我還是上很認真 你看我沒有浪費學費 我還是會看 喔 這個就是 它後面都會上文法 然後我都會把它每一刻文法都整理起來 然後對 所以都是好 好 結束 好 10點58分 跑6公里 君數 5分25秒 對 不過還好今天 我下一個要留 再跑2K 不錯啊不錯啊 不錯啊